OK 好 我先看一看 謝謝老師 這次合作 沒有火花 當然有 因為我本身也是鄭的粉絲來的 都經常聽他的電台節目 他在電台裡面其實都沒有看過他 所以 今次想不到在螢幕上面 就可以和他合作得到 他反應非常快 而且他的技術又相當之好 我經常常都想看完他 看看是甚麼要做 但他全部都放在路上 所以 全部都加給他 我覺得 也很有方法 因為 其實也有少少淵源 就是 那時候他還在上一間電視台的時候 他已經很好地 又特意WhatsApp我 問我 會不會有機會 我就可以在YouTube上面合作 但那時候 大家都一直就不到 其有不了了之助 後來 有人經常都不回覆訊息 經常都不回覆訊 臨敵 但是後來 都叫做緣分 就是做了同事 然後 沒想過這麼快做了同事之後 又可以一起去開一個節目 所以 都是一個挺難得的機會 那你收割了那些男神 喂 那我會很多 你都願意 因為你出來男產 我算是男同事 你算的 原來你在很多女生當中 甚麼原來 因為我真的沒有意識到 不是說笑 哈哈 因為 因為 一來 原來我身邊有幾多朋友 真的很喜歡Dixon 我是 想不到他們是震撼到這樣 因為有一次我跟你拍攝 我不知道你記得 我記得 記得記得 我那天因為拍攝去不到我一個朋友的分禮 然後我打了一個視像電話 跟他們說到何 然後跟他們說 今天我跟一個藍藝人拍攝 是Dixon 然後 留意是我的朋友 其實我心想 我都叫 都是幕前 但他們從來沒有對我 有這種 就是 哎呀 我朋友是阿隻毛 從來沒有掛心我 沒有 沒有了心如綠狀 完全沒有 直至到 他見到我身邊出現了Dixon之後 我所有朋友都 Dixon 我記住你 我是你Youtube 我差你 我的朋友 原來才發覺 他原來有些 騙人 真的 OK 但都沒有收割完那些男生 可以更多 Go OK 到我了 其實 因為 今次就是我第一次 離開上一間電視台之後 做的一個節目 所以其實我都很 都有點擔心 因為我本身都比較 是細膽一點的 所以 當我知道 就是 那個節目的內容 以及 主持之後 整件事我就覺得 真的放心了 很多 這樣去做 但當然我也覺得 其實都挺大分別的 做法 所以 我也想聽 因為 譬如 現在這個節目 很多時候我們會 有買一些 視錄機是盯著一些 一些細節 或者看後的東西 等等 其實這件事 之前是不會有發生的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咦 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亂說 不可以亂說 不可以亂說是非 那些 但是我覺得 可能整體上對這個節目 就會有更貼地 更加真實的一件事 這次的節目 主打就是 一些男士 國際的男士 本身在香港發展 或者生活過一段時間 所以 某程度上 其實他們都會說廣東話 但是 可能就未算是太過信熟 或者聽的人 都未算是太過信熟 但是 也都可以了解到 每個國籍的男士 那是怎樣溝通的呢 是 原來那個日本人 就是我們有日本籍的男士 原來他是比較耐遠一點的 是 原來有泰國人 他原來是主動一點的 本身就不是特別 喜好外國的女生 所以我都喜歡一些 香港的女生 會比較溝通一點 始終 就是很簡單 日常生活 起居那些人生活的習慣 吃東西 吃些什麼 做些什麼 全部都是 可能比較本土化一點的 所以就是外國的 可能比較難接受 主要是 我跟男生教他們 怎樣追女生的功力 你懂得教別人浪漫嗎 你怎樣追女生 你不要教自己 他最厲害 我最多 又不要說教 分享 你過往追女生 都成功嗎 都 我也想聽 都成功 都成功 要吃功力 用哪招 我想問 必殺是哪招 必殺哪招 其實都是細心體貼 例如跟他拿著紙巾 帶你的外套 完全沒有見過他發生過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 真的有工作時間 你都包在那裡 你都包在那裡 全都包在那裡 專注工作 主要是 我們是負責交流個 內容稿 對 所以這些 體現到男士的細心 我覺得可以為自己加分 就是窩心 你是窩心男 暖男 暖男 都不是很暖 我想爆他的東西 好啊 好啊 所以 我開初真的以為他是 很乖很暖男 因為我始終對於他的印象 很多都是停留在上一個電視台 看他的節目 或者可能 他的樣子都是觀仔骨骨 中間我都會跟他聊一下 因為我們的節目有很多感情 我會問他 譬如你平時晚上跟女生約會完 我會得到一個男生 就一定會 可能會載他回家 你就知道 Dixon哥是開車的 然後他就說 蛤? 都看他住哪一區 對 我是不載的 他說 因為前面有個柴灣很難載 然後他說 最多真的是港鐵站